好 聯準會五月會議成為焦點 因為年初以來市場猜測 聯準會的降息幅度出現極大變化 從預估降息六到七碼轉向可能不降息 問請教國泰市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啟超 怎麼看昨天鮑爾的談話 而且在美國的通膨數據以及經濟走效 是否出現結構改變 未來聯準會的動向怎麼觀察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過去這三個月 一月 二月 三月的PCE通膨 也就是美國最關心的通膨水準 老實說跟預期都差不多 一月跟二月跟預期值是一樣的 三月比預期值多0.1% 那為什麼FED對於通膨有一點不確定性 我自己覺得是降息雖然在路上 可是對路上比較視線不清 那為什麼視線不清呢 跟通膨本身現在有一些因素是有關的 我覺得幾個因素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全球的供應鏈的重塑的問題 就是re-shipping的問題 那這一件事情 你在不同地方在做這種運酬 在做營運的時候 它無形中是非常容易增加成本的 也可能轉嫁到消費者這裡 那第二件事情是綠通膨的問題 這跟現在的替代能源 或者是ESG是有關的 就未來你的發電的成本 用電的成本相較於過去是比較高的 那第三個就是勞動市場 還是比較供需 有一點不對稱 那這個不對稱可以看到 就是說以美國的勞動市場 現在供需缺口來看的話 當然相較一年前是進步的 一年前供給跟需求 需求是遠遠大於供給 大概三四百萬人 那到最新的三月 今年三月來看的話 大概需求比供給大概來到了兩百零五萬人左右 所以有進步 但是它還是一個缺口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服務業的薪資成本 是我們必須關心的 那這三個點 基本上跟聯準會要去做升降洗升一碼 或降一碼 它影響是不大 也就是說它比較屬於供給面的因素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鮑威爾昨天也講得很清楚 他個人認為到年底的時候 今年年底的時候 他認為通膨的水準相較於現在 應該是比較低的 可是他的把握度沒有這麼高 他自己覺得中間可能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在 所以我覺得聯準會 因為2022年的決策有一點失誤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他更謹慎的看待這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想多看幾個月的通膨的數據 跟勞動市場的情勢 再來做降息的一個狀況 但是他也會擔心說利率一直高掛在這邊 會不會讓美國的債券 尤其在最近這幾個月上升的非常快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量化緊縮這一件事情上面 也做了比較鴿派的調整 也就是說本來QT這個量化緊縮 在公債的部分 每個月大概是要減少600億 之後從6月開始會縮減到250億 我覺得他也有在考慮說 對市場的流動性對於公債利率一直高掛 甚至市場上覺得還要往上升的壓力 有一點緩解的作用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自己覺得昨天的這個談話 有一些偏因 就是說他沒有很明確說今年會不會做降息 這跟過去是有點不一樣的 但是他也說我個人認為 年底的通膨的水準 相較於現在是來的低一些的 那同時在量化緊縮做了一些 比市場預期更大的放鬆 代表說他也蠻重視 這個市場的流動性的狀況 但是我自己覺得在辯論說 到底是要6月降息或9月降息 這一件事情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更關心的應該是 這一次降息的幅度有多少 那這就是所謂的終端利率 終點利率terminal rate 會到哪裡的問題 因為這一件事情可能會影響說 這個hier for longer會多久 因為貨幣政策會有所謂的 地眼衝擊的效應 如果未來的整個cycle 整個降息的週期 比預期中的幅度少很多 那代表是說高位的利率可能會很久 即使中間有一兩次的降息 但是降息的幅度相較是比較緩的話 那這個可能對於未來的景氣 它反而是一個比較不利的衝擊